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马莲审笔 万物3D 今天我们整个PPT呢 都是围绕着三维模型来进行讲解的 就是说马莲他有一些审笔 可以让他所画的画 画中的内容呢 是可以把这些绘画的内容变成实物的模型 甚至还可以画金银财宝来帮助我们的老百姓 那么GMagic FIFA呢 它同样有一支审笔 我们称之为雕刻笔Touch或者TouchX 使用这个TouchX立反规设备 也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去进行三维建模 三维设计三维的创作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GMagic FIFA在 自由造型三维设计 在生产制造 这三个方面是如何帮助我们的客户的 3D数字化有一个巨大的好处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实现高效的创作 所有的产品呢 都可以进行3D数字化 3D数字化传统的过程呢 可以从手绘的草图再进行三维建模 也可以像我们现场当中的三维扫描仪 拿一个实物过来进行三维扫描 从而在扫描的基础上面再去优化 去编辑 在产品的更新换代 它往往都是从一个原型开始的 就像我们的这个大众的汽车 我们看到它每一款汽车 可能都大同小异 做一个尺寸啊 一些造型的不同的变更啊 就可以衍生出新的产品出来 那么我们往上面看 看一下这个小飞龙 浩克 鳄鱼 老虎 有四个现成的模型 能不能激发出一个新的灵感 实现一个高效的创作 这个是我们刚才的四个视频 四个模型 到时候会建出一个新的模型出来 在二维的世界里面 有一个叫photo-sword 它可以对所有的图片进行优化和拼接 那么在三维数据的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有个软件叫做Gemagic Freeform 它就是一款3D版本的PS 我们可以扫描各种模型进来 然后去站在别人的肩膀上 设计出来的产品会更加的优秀 更加的快捷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 更加高效的激发灵感 我们不需要所有的设计和所有的创作都从零开始 从来就可以让我们去更好的去做产品的开发 我们看到视频里面的这个模型 像这个是刚才鳄鱼的身上的纹理 在Gemagic Freeform里面呢 所有的这些模型 我们可以进行移花接木 像飞龙的翅膀 可以拿过来放大缩小 浩克的身体 变成这个新的产品的一个身体 然后鳄鱼的尾巴 可以放到这边做造型的变更 目前来说就只有飞方软件 可以做到三维造型的自由调整 那么它是如何做到这种高效的产品开发呢 如何实现高效的产品开发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因为 它有一个六自由度的立反规设备 我们传统的软件呢 用的是鼠标的操作 用一个鼠标在平面的移动 然后Gemagic Freeform呢 它是有个立反规设备 它可以X轴 Y轴 Z轴 三个平移 三个旋转 这样子的话 我们对软件的操作呢 就从一个二维的世界 升级到一个三维的操控 在三维软件里面去呢 我们甚至可以透过这个立反规设备啊 立反规设备在我们旁边那个 就是在旁边可以有展出啊 这个立反规设备呢 可以去触摸到电脑里面的模型 包括它表面的凹凸 有了这种现实当中的感知的话 我们就可以跟我们三维的模型 进行一个沟通交流 从而实现一个虚拟的现实 这个就是整一个实现高效 数字化的一个根本原因 G-Magic Free 4这个立反规设备呢 大概是在90年的时候 在美国的马省理工大学 被研发出来的 到现在呢 大概有30年左右的时间 在美国有一个报导 中大时事新闻的媒体 叫时代 当时呢 就可以透过这个立反规设备 来实现一个虚拟的现实 可以做什么 可以触碰到胎儿里面的这个模型 包括它的眼睛 鼻子 嘴巴 耳朵 还有这些造型等等 3D数字化的一个黑码 体速建模 体速建模的话 可以让我们对产品设计 达到一个四半功倍的一个功能 第一个 全能把这个从二D草图开始 进行产品设计 那这个正视图 测视图 顶视图 因为它是二维的设计师 设计师画出来的 可能它的正视图和测视图 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那这些地方呢 在GMagic Free Phone软件里面 都可以进行三维立体的操作 例如说这里面一个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它对线条的调整 我们就可以从正面或者侧面 或者立体的角度 对模型来一个调整 然后再来反馈到正视图 测视图那边去 就可以排除很多 二维草图不合理的地方 另外第二点 体速建模 何为体速呢 就传统的这种建模方式呢 可能是点线面 把曲面包裹起来 就形成了一个实体 GMagic Free Phone呢 体速建模就像我们的桌子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 用的食物 把它剖开 中间是有材料的 并不是一个空壳 那中间是有材料 可以带来 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呢 像在汽车产品的造型开发过程当中 往往都会采用油泥 现实当中的油泥 那我们GMagic Free Phone呢 它是一个数位化的油泥 数位化的油泥 体速建模它融合了 这个特征建模 这样特征呢 平常的软件就是 拉伸啊 旋转啊 扫掠啊 方样啊 等等啊 这些功能它都会有 融合了特征建模 还有 那不是曲面建模 还有SubD 四分建模 它就构建了一个 全新的数字化建模体系 在这款软件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可见可得的 利用刚才提到的 这个立反规设备 去对模型进行三维构建 那这里面呢 我们就摒弃了这种点线面 复杂的操作 从而达到了一个 画画复杂为简单 最终达到一个快速设计的 一个迭代和变更 另外的话 GMagic Fit Phone 这款一款键它的学习成本 也是比较低的 特别是学习的时间 通常来说一款三维建模软件 可能要学个半年或者三五个月 但GMagic Fit Phone呢 因为它是把现实当中的这个实体 实物的操作 拉到电脑里面去进行反征 虚拟的空间 成为达到一个 我们快速建模的一个功效 刚才这几个PPT呢 我们了解到 GMagic Fit Phone呢 它是一个触觉式 带着力反规设备的 这个力反规设备 它有六个关节 六个关节 就类似我们在展规上面看到的 机械臂 有关节臂的 透过这个力反规设备 还有雕刻粘土 然后电脑里面的CAD辅助 还有这个特色的体速建模 咱们的这种设计师呢 就可以高效地创作 激发出很多新的灵感出来 那我们看一下它几个优点 最精准的设计方式 里面是带有尺寸的 就可能会有其他的 类似雕塑类的软件 但是它们是不带尺寸的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优点 有尺寸 第二个是可以缩短产品的开发周期 像刚才的我们看到的这个视频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视频 我们在现有的几个模型当中 可能再透过十来分钟 就可以创建出一个新的产品 新的物种 简化我们的生产流程 在G-Magic Feedback里面 它是带有这个 模具相关的一些模块 可以让我们设计出来一些 比较复杂的产品 更加容易的被生产制造出来 第四个是可以拟补CAD 提升创意 就传统的CD三维建模软件呢 它都是构建我们在现场看到 可能是话筒啊 手机啊等等 这些很规则的产品 然后来到Facebook产品 Facebook产品里面去呢 我们就可以提升它的产品的创意度 好 我们接着往上面一个一个看 这么优秀的G-Magic Facebook产品 它在玩具 珠宝 汽车 像这三个行业里面 这三个行业对产品的这种 更新换代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像玩具 而且它的造型曲面也比较复杂 像这种产品呢 是没办法用像SolingWalk啊 Cartilla软件做出来的 我们都可以采用G-Magic Feedback 软件来进行产品的创作 另外的话 G-Magic Feedback在雕刻 这个珠币厂 还有这些雕塑产品 然后在医疗 医疗的脊椎侧弯 侧弯的矫正器 还有这些开炉 口腔的手术 可以做手术的模拟 手术的导板等等 然后在文物方面也是可以在文物的修复 文物三维数据的保存以优化 在产品设计方面呢 有这些 常规的规则的不规则的产品设计 因为它的设计的速度会比较快 鞋页 我们看到在所有的行业里面啊 它的整个产品的造型都会偏复杂一点 所有复杂的产品都是G-Magic Feedback 软件就容易操作的 接下来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G-Magic Feedback在文创类的像玩具 看它的设计和制造 然后医疗方面的一些投屋的修复 还有珠宝方面的数字化雕刻 与CNC的加工 还有高校类的这个 专业课程的建设 第一个是文创类的 像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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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这个产品 使用G-Magic Feedback的话 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把它成零 就是从无到有到变成一个产品 还可以用于生产制造的一个过程 G-Magic Feedback呢 已经生根了玩具行业 可能有最近30年的一个历程了 这30年里面 G-Magic Feedback已经成为了 一个玩具行业的一个标配 玩具行业呢 也是做这个三维数据化 比较早的一个行业 像三维扫描 还有产品的设计 三维设计 3D打印 还有逆线工程 还有产品的分析 包括之前在零几年的时候 S2来3D打印可能还要 20块钱一刻左右 现在已经做到一两毛钱一刻 已经很夸张了 费方软件为什么可以在这些行业里面有这么好的投入 而主要是它把这个手工艺的操作 放在电脑里面实现一个虚拟的操作 变成数据化的一个升级 另外 G-Magic Feedback呢 它在玩具行业还会有很多独特的 先对应的一些功能 包括对接到各种生产工艺和需求 例如说我们可以在软件里面去做产品的重量 还有甚至3D打印的这个分析 像银印 烹油膜 吸塑包装等等 这些先对应的这些工艺都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另外有一个重点 所有的产品都需要被生产制造出来 我们可以有模具相关的一些模块功能 在模具相关的功能 最突出的优点 像它可以自动找到这个模型的最优的拔模角度 还有自动的生成这个分模线 多色模和扎工策略 可以符合扎工策略的一些档案 所以说我们看到G-Magic Feedback呢 它不仅仅是一个上维建模软件 也不仅仅是高效的创作 更多的是可以无缝的对接到生产和制造 接下来分享一个G-Magic Feedback在医疗行业的应用 有些患者他可能是因为先天或者后天的原因 要做这种开炉的手术 那么G-Magic Feedback呢 是刚好可以把产品是贴合到人体的造型 贴合到人体的造型 而且我们设计出来的产品是可以直接用于3D打印 或者CNC的制造 就不管我们是真材制造 还是剪材制造 都可以满足客户的需求 最终就可以非常贴合的这个头盖骨贴合它 最终呢就是手术成功 可以帮助到我们的一些患者 G-Magic Feedback呢 在医疗行业里面像 康复辅具 还有接受枪等等 在这个行业里面呢 目前来说就只有G-Magic Feedback软件 可以满足我们客户的各种需求 像第一个要贴合人体的造型 第二个造型的调整 要有数字化 精准化 那第三个呢是 这些产品呢不能太笨重 要实现一个轻量化 G-Magic Feedback呢还可以做金格的设计 还可以去看到哪些产品可能是比较好的纹理 也可以透过三维扫描 再放到G-Magic Feedback软件里面去 铺到我们想要的曲面上面去 生成凹凸的纹理 甚至镂空的纹理 我们再来探讨一下 在珠宝行业的一个应用 珠宝行业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常规的一个痛点难点吧 珠宝行业呢 往往我们会建一个三维的模型 把它打印出来 或者做一个金属的 然后去做一个硅胶模 然后再把硅胶模把它分模 分开了之后呢 再往这个硅胶模里面 做这个蜡 做完蜡之后 再打开 把蜡件拿出来 再合起来 再做蜡 再打开 再把蜡件拿出来 在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 第一个 在柱膜 硅胶模的时候 可能有一个变形 第二个 在刚才反复的打开 反复的合起来 这个过程当中呢 蜡件也会有一个翘取 那这种误差是可以怎样 怎样去避免呢 看一下我们的解决方案 假设我们遇到一些 比较复杂的产品 第一个 我们可以直接的 从零开始三维建模 然后再来到这里 对模型进行拆建 拆建 把一些不能够一次的 生产制造出来的模型 把它拆成多过键 然后呢 再来到 模具相关的一些功能里面去 把模型自动分模 自动修出模 生成我们的出模线 然后再来排模 排好模之后 这个生产制造 最终产品就可以被快速的 批量的 可靠的 制造出来 我们看这两个产品 这两个介质 第一个是三维扫描的 三维扫描的 先三维扫描 然后在G-Magic Feat 可以对这种三角面片 进行优化和处理 包括第一个 扫描不到的 可以自动补孔 第二个有些纹理 我们希望它变得更加光顺 或者说更加的利角 更加的锋利 也可以优化它 看到这个照片 越是复杂的产品 就越能够体现 咱们的G-Magic Feat G-Magic Feat 软件它的优势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高效里面的一个应用 在高效里面的话 包括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 往往接触到 或者说知道的 三维建模 三维设计软件 可能都是比较规则的 那么G-Magic Feat 就可以从这种 规则的产品 升级到一些 带有艺术性的 例如说像我们的手机后盖 可以变成一个Hello Kitty 现在有一些手机后面的文理 像机前的经历手机 它们可能有一些龙文等等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 从这个常规的点线面的操作 升级到使用我们这个 利反规设备 利反规设备 三维的操作 而且从食物的雕塑 那以前没有 G-Magic Feat怎么做 是会哪个食物 来这里雕塑 做造型 那现在有了软件 我们就可以直接 在电脑里面操作 电脑里面操作 第一个我们可以镜像 事半功倍 在学科的建设里面 我们可以在实验室 选修课 实验中心 创新中心 等等 可以投入 引用我们的产品 让我们的学生 接触到更加先进的一些应用 最后来总结一下 G-Magic Feat 解决了一个整样的 行业里面的问题 在一些文创类的 像玩具类的 第一个 它是传统的 这种手工艺 过渡到电脑的操作 第二个是 一些不环保的材料 我们可以现在 透过G-Magic Feat 去三维建模 做成模具相关的 最后就被批链生产出来 让我们的产品 更加的环保 在医疗的行业里面 我们可以让数据 更加的贴合 贴合这个人体的曲线 曲面 让我们的患者 觉得更加的舒适 而且 它有数据的精准度在里面 提高他们康复的一个时间 在珠宝行业的话 也是 这个引入的G-Magic Feat 可以进行数据化的雕刻 从而达到一个 个性化的产品 还有CNC制造的一个标准化 每个产品都一致 在高校里面 学科的建设呢 我们最终达到了一个 广度和深度 就是避免了传统CAD的这种 规则 没有艺术性 过渡到有艺术性 提高产品的创意 那 今天的风险呢 就是 马连神笔 Touch立反规设备 万物3D 只要我们能选得到的 都可以透过这个立反规设备 去进行三维 创作 高效的创作 希望G-Magic Feat Phone 可以帮助大家 实现 迎接高的挑战 引领新的创新 谢谢大家